響鐘 包括書、其他產品 例如衛衣、T恤等等 以及一站式 可以看到MyRadio YouTube頻道的最新影片 以及癲狗日報的新聞 以及採訪、專訪的影片 第二種就是金級訂戶 或者是會員每個月月供30美元 除了可以享有銀級訂戶的優惠之外 所有普羅政治學院的產品 都可以得到七折的優惠 以及可以優先參加 不定期由普羅政治學院 在香港舉辦的活動 第三種就是鑽石級的訂戶 每個月付100美元 支持我們100美元 同樣可以享有所有銀級 或者金級訂戶的優惠 還可以每年收到不少於一本 由毓民編著和親筆簽名的新書 包含本地和海外的郵費 直接寄到閣下的府上 突破黃標言論審查 付費支持自由發聲 請支持MyRadio 好 大家好 新一輯的天元解密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外面外圍很緊張 今天來講 因為都要立法 要受到衝擊 我們在較早的時間 在幾個月前 提到榴槤八字的時候 有提過 在榴槤八字的時候 我們那條題已經很明顯地說了 農曆的四月、五月之間 剛剛現在是潤四月 也是新曆的五月 政府再受到衝擊 因為有提到是因條例而再受到衝擊 因條例 在八字裡面 黃師傅會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說 而看到這件事 因為如果在八字 立春八字 今年二零二零年的立春八字 看到 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出現呢 就是因為木壽制 因為大家都知道 立春就是一個人穴 根子年無人穴 丁丑日幾有事 人目 木就是跟紙張有關 紙張就是文件 文書文件 大家都知道紙張 紙張都是用木來去做 相對地 再來都是那句金重木輕 當紙張一出現的話 紙張出來 就被金去砍它 所以對抗性就很大 所以從這一個角度 我們就會在八字看到這一種意象 就是這件事 紫微棍也看到的 所以我們那條題 那時候為什麼會再遭受到衝擊 其實就是因為條例的問題 其實還可以說多一點 因為之前也有說過 但可以補充幾句 木也代表很多東西 木很多就是說 它代表紙張 在這個八字 如果我們以社會來看 它也可以代表一個政府 木代表政府 即是政府受制 從另一個角度看 它這麼重金去砍木 因為我們當初年頭 那時候也有說 這個木 因為這個八字 立春八字是木火為用 為起的 那它受制的話 也代表什麼呢 說謊 好像天師傅經常說 這個什麼 天童法技 天童法技 說謊 毀過於人 這些東西 那其實 在立春八字 也是相對地 同樣一件事 是什麼呢 這麼重金去砍木 其實我們也都可以解鑿 一件事 譬如沒有誠信 因為木跟誠信有關 那誰沒有誠信呢 大家其實可以看回 現時的社會環境 甚至乎 我可以再形容四個字 貨不對版 或者叫貨不對版 怎麼唯一貨不對版 大家應該知道 是吧 因為 金重木輕 其實如果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五行十臣 我們去看 蔡破因 貨不對版 是吧 就是這樣 有時候可以很簡單地演繹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有時候會從一些 玄學的角度 可以探討到一些社會現象 或者 也都這樣說 如果這個盤是一個人 是這個人 當 可能 那天 有這個 在這個時辰 有個人出生 那個人就是一個性格 經常說謊 沒有誠信 對 沒有誠信 做事就 隨隨隨隨隨 是吧 握眼離開 握眼離開 當自己做了 做了就一定對 這些性格就出來了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立春八節 就是跟一個 社會或者一個地方 國家有關 那我們就 雲觀點去看 就代表了那個地方 所產生的那些問題出來了 如果真是一個人來講 他就有這種性格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包括我 都有講及 說會這個什麼 教育 教育方面 我們都講了 對 都會有這個改革 對 都會有這個改革 就是八字也是相對地 相對一樣 因為牧和文化也有關 是吧 文書文化也有關 是 他又受制 那就又改變 改革 所以這些就會 有幾方面出來了 有幾方面的意象 那 都 我也不知道 不幸 還是幸運 還是什麼嚴重 但是一件事 就是始終 這些字存在在那裡 就是走不掉的 就是用一個玄學角度去探討 就是這些字一定是會有發生的 我們年初都曾經都講過 今年來講 譬如好像運輸業 跟水有關 就是 可能珍珠奶茶 就是飲食業 教育方面 真的跟水有關 就是流動性的東西 跟嘴巴有關的東西 那一法記來講 就全部都是調轉是負年的 那當然 看書本就說 因為天和復星是不怕法記的 怎麼會不怕 我自己的看法就不會 因為我們印證了很多 那你現在印證 對啦 我們經常都講印證 對應了一些事實出來 就不是 就算是人也好 天和花旗所講 我們都遇到有很多類似這些 而一個人來講 黃師傅所講 一個人的本來講 就差不多 好大喜功 至大財疏 或者瘋到是非 瘋到是非 那些都會出來 上次我們都講過 類似一個這樣的本 其實有時候 這些東西 就不是我們聰明不聰明的問題 是因為那個字告訴我們 那個字 是解釋 你怎樣去演繹 解釋到那個問題所在 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看 中國文化博大精 即是中華文化博大精心 其實我們認識的都很皮毛 說真的 真的很皮毛 但是來說 我們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網友 在去年一直以來 我們都所講的 一直都在強調 同時有時候我們都會在節目裡面 我們預視的東西來講 那個意象、物象都出來了 稍為跟大家再講一下 即是說 如果今年有些這樣的 從八字指微也好 奇聞也好 即是有些這樣的 玄學出現一些預視的話 甚至是機聞也好 籤文也好 往往都是一此重的 尤其是我們每一季 都會做一個股市預測 黃師傅上次剛剛做完那個 就說會下市到二萬二千點 在星期一的時候 真的了 星期一的時候就下市到二萬二千九 今天來講 原本我們都有起掛 掛獎是升的 原來一開始真的升了183 後來現在就倒下跌 很明顯看到 社會的狀況 亦都使得金融、股市 都會受到震盪 我們今天來講 有幾個話題 即是生活圓學 其中一個 亦都收到網友 是上個星期的 新鮮熱辣的 他們分別是求籤 亦都求了武帝籤 一支來講就是觀音籤 兩支籤是非常巧合的 怎麼巧合 兩支都是下下籤 而且其中一支來講 就是一八籤 一八籤來講 有些就稱為叫做絕籤 什麼叫絕呢 就是去到最盡的 已經這樣 都不算是一個好的籤 分別來講就是求一個 因為他們都很關心香港 其實香港人都很關心 求了一些籤來講 送給我們 希望我們也可以在這裡解釋一下 其中一支籤來講就是求什麼呢 他們都很關心 因為是立法 國安法 國歌法等等 他們就會問 究竟立法之後 或者現在的情況將會是怎樣呢 出現了一支下籤 另外有一位善信 他求籤 他祈求應該就是香港的情況 不要說完全說運程 因為我們都看到 香港的狀況 對 香港的狀況 因為很多網友他們都很 對香港來講 他們真的很關切 很關注 所以都會走到一些不同的廟宇 但是無道有偶 最近出生來的籤文 求到的籤都是下籤比較多 似乎說 神明的指引來講 跟現在的社會的狀況 就很關注 很吻合的 我們只可以這樣說 另外來講 我們今天都會講一講 因為一代賭王韓生 原來賭王來講 一來不喜歡賭錢 亦都不想搞賭 我們待會就看看 他的八字和紫微盤 為何會這樣 因為他是被迫開賭 而致富 我們今天就開始看一看 我們第一張PowerPoint 亦都和善信交代一下 因為第三批的共登也都到了 但到了之後來講 現在只剩下三大四小 四宗 如果有需要共登的朋友 都可以打電話 去給我們留 因為之前也有些人登記了 現在只剩下幾盞 今年來講 暫時就不會再加 所以在這裡提一提大家 好 接著我們就講一講 有些異象 有些特別的異象 也有些事情發生 我們香港地震 我們當時都講 香港的官員會變動 亦都有變動 北京地震來講 因為3.6級 不算很震 亦都來講 開會兩會之前 亦都是有些震盪 基本上來講 在政經兩界方面亦都有 如果大家有留意看新聞來講 北京的國安部門的人士 亦都落了馬 這是新聞所講的 我們亦都可以這樣講 為何今年北京和中國大陸的地區 頻頻出現了很多天的異象 天的異象來講 有些是好的 有些是不好的 譬如下坡 下到好像乒乓 網球那麼大 當然不好 分分鐘打死人 連那些瓦 即是怎樣 連那些 玻璃也打穿 這些是一些不好的意象 在兩會開的期間 5月21日 在北京突然之間 途中 很多人都拍到 當時都 如果大家有看國內的內媒 其實他們本身自己都有報道 為什麼突然之間會突然風雲變色 變得黑得很厲害 直接黑得好像晚上 對 黑得好像晚上 那段時間 很奇怪 另外北京門頭溝區 凌晨發生了3.6級地震 如果我們看完3.6級地震 因為我們看到地震是屬於震掛的 震每次地震 可能都在預示一個大地震之前的 一個景號 那些是我們在中國 中國一直在古代流傳下來的 天有異仗 正經必有大變 可以這樣說 但那個震動會震到怎樣 因為根子蓮大家都看到 那個變化來講 全球都叫風雲變色的 其實大家都不是過一個很開心的日子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底下 發生了這麼多的天有異仗 其中有一段 我們都收到 不是直接收到 大家群組都看到 上個星期 東莞那個閃電 是閃了幾十萬次 那個是很厲害的 那些國內的朋友 一直轉發過來 為什麼呢 其實他們是無意的 為什麼突然之間 閃電到 這麼厲害 你知道的 有時候來講 他們又發生霞天雷 這麼多閃電閃電 必定是有些預示 我們看來講 就似乎這個 開會的大地震 會不會是有些牽使 告訴我們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如果我們自己去解讀 一般來說 可能真的會有些大地震 正經兩個界別裡面的大地震 亦都不算有些好事 當然我們當然不希望說 會說真的大地震 震得好像唐山大地震 不是好事 這個當然 因為這個是會造成很多人命傷害 是吧 我們就看到這件事 因為很巧合 為什麼巧合呢 兩會本來一般在三月開的 現在突然間在潤四月 即是新日的五月開 亦都來講 有這兩三件的一些天氣 叫做比較差 很差的 是嗎 那就出現 大家來說 就說 有這件事之後 來講 若干時間 看看是不是印證到 又再次印證一下 地震 會不會來講 將正經兩界震出了一些事件出來 好嗎 好 接下來我們就 要看回今天的其中一個主題 其中一個主題 有些有心的善信 就去求簽 他們就問簿 因為其實求簽都是問簿的其中一種 下一張PowerPoint可以 我們看到右邊 黃師傅 先看一看49簽 49簽 49簽來講就是求 求這個什麼 好像是求 求這個 那個 國安法大力的影響 對 沒錯 求簽來講 求簽來講 求了出來 其實就會看到 就是說 有時候也說 好還是不好 有時候的意思來講 我們一看來講 就知道 似乎就是第49簽 下下簽 古人將子房遁跡 是嗎 簽文有四句說話 就說 彼此家居子一山 如何似隔鬼門關 日月如疏人而老 許多路碌不如閒 這支簽來講 如果在簽文上面那裡印呢 他就說是聖意 他就說到明利左 似乎就不是那麼好 求明利就有阻滯了 就扯邱文 簡直叫你不要問 接著就是 眾議 即是訴訟 訴訟 訴訟 其實是對抗性的問題 要爭拗 要和解 大家要和解 病有怨 病有怨的意思反而 就反過來 病有怨來講 你要求病 怨的病快點好 都可以 婚姻就遲 結婚來講 就會遲 都未得到有姻緣 行人緣 什麼叫行人緣 你找那個人來講 都找不到 都走到很遠的意思 是吧 那 欲獲吉 那你想來講 就希望 希望能夠有吉兆出現 來講 就扯安分 什麼叫扯安分 逐一點講 就什麼都不要做 安分守己 即現在 朝語所講的佛系 佛系可以這樣 如果講得難聽 就是客氣一點 就是這樣講 好了 跟著來講 他很有趣 跟著來講 因為武帝的靈籤 這支籤 他又有講到 逼先住 他說 既跡相親 就心不親 如何要作 就契心人 謀為動作 就皆無定 只恐虛名 就不得在 好了 這個來講 我們暫時把它放在這裡 待會再解 我們要看一下這支籤 如果你去找這個妙足弓 去解籤 他通常第一句會說 噢 施主你求到的是49籤 是下下籤 請問你會問什麼呢 他就會說 古人就是張子房遁跡 張子房是何許人也呢 其實大家都應該都比較熟悉的 他就是張良 你有張良計 就我有過長梯 張良也是道教其中一個 一位德道的祖師 他是修煉成仙 因為他遁職 因為隱居 為什麼隱居呢 話說來講 在漢朝 初初立國之後 劉邦 當時有三位仁傑 輔助劉邦 但你知道劉邦的性格 在歷史上看到 最後蕭河和韓信爺的下場是怎樣 都被他擱了 唯有張良好爺 張良是張良計 他計算過之後 他就走了 然後就去了深山去修煉 成為了 成為了後世我們在道教裏面 是一個很尊崇的一位祖師 即是他聰明是甚麼呢 聰明就是懂得放下 他懂得放下 即是剛才我們看的簽文 扯安分 就是這個意思 即是不會再貪圖的 不求名華富貴 不求名華富貴 他是絕跡生臨 隱居世外 張良我們現在要介紹一下張良 他屬於當時來講 是屬於韓國的人 叫做 即是存滅了韓之後來講 張良來講 就遁跡 後來是遁跡的 他其實都不是的 他那時來講 他劉邦殺了韓信的時候 其實張良是有個時間 想幫這個韓信爺會報仇的 但是來講 後來來講 都是甚麼 都是不成功的 我們看一看 那簽文 那簽文的意思是這樣 他的簽文來講 其實可以這樣講 就是裡面很有深度的意思 而且可以說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說最主要來講 是情義格格的 不予扶持 看似物以相連 其實就是紫赤天涯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很想有些事情做到 但是結果是做不到 為什麼 紫赤天涯的意思來講 就是說 看似很近 但是距離是很遠的 那如果你說 我們純粹用這個簽文去解釋 就是說 如果要立這個 國安法的時候 來講 似乎來講 就是說 未必好像他們所講的 那樣的預期 達到一個效果 就是這樣的意思 而且可以這樣講 如果我們用這個 這支簽文去解釋 白一點這樣講 就是說 彼此的家 好像鄰居一樣 那是否反映了現在來講 中港的關係 是只隔了一山 但是呢 就是因為隔了這個一山之後來講 也都是叫做 不夠陰陽分界也 似乎來講 大家有兩個不同的 一陰一陽 那個 其實可以融合 亦都可以相圍 那陰陽就永遠都是相圍 或者融合的 因為陽可以變陰陰 可以變陽 然後陰陰可以 那跟著來講 其實當中裡面就是說 那種空置言誤 就很多盧碌 言所以非人 所謀非計 那個卦義 不是那個 簽義是這樣去解釋 那什麼叫做 言盼望無期 空置言詞 就是說 其實會不會意思就是講到 就算是 立了這個法之後來講 還有 言所以非人 也都是所託非人 所謀非計 就是這個計謀 這個計謀 其實來講 不是所想像中可以達成的 就往壽奔波之類 就是你做多少事情都是 其實是徒勞無功的 則可如釋透人情 消閒自在 如果能夠了解整個世情之後來講 自然呢 自自然然就會比較好一點 其不卓卓有餘災疑 戒尖者物妄交 物妄己物輕順 他這個解釋的意思來講 什麼叫消閒自在呢 消閒自在來講 就是可能 任由他自由去 可能更好一點 如果強硬來講 就更加不好 這個就是簽文的適宜 如果你說再解釋 再深究些去解釋 這個意義是 雖然周邊的人來講 就好像很親近 但是從未真心地相待過 由於這個陰陽兩界這樣 是無法跨越的 在這個時間 飛逝之下 人漸漸已經老去了 但是總是所託非人就無法成事 百忙一場 倒不如就什麼都不做 生活過得就比較自在簽 所以這支簽文來講 似乎的重點就好像 弊多於利 就是說如果求出來的意思來講 我們純粹用那個簽文去解釋 而且這個簽來講 也表示來講 就是無法跟別人情意交流 無法相信別人 只是信自己 因為是相信自己所做的就是對的了 而且來講 交代錯人 即是說一早來講 就已經有些事件 就是所託非人 我剛才去講 所以來講 不要再相信 交給那些人再做了 這個意思 因為已經所託非人 因為所託非人 而且要回歸什麼呢 回歸消限自在 這個意思來講 可能對那個細局更加有好處 是否這樣看 黃師傅 你都解釋得很詳盡的了 說真的 這些簽來講 就可以這樣講 他說 我們看那個簽 他說解約那裏 他說 這支簽有阻滯 而且隨緣分切莫貪求 其實奉勸要做一件事的時候 真的有些事阻隔著 但是不要 莫貪求的意思 就是不要強行來 不要貪心 是吧 而什麼呢 就是說素而和 眾而和 就是說應該來講 就是大家以一個和平的態度去解決這個事件 或者叫傾盡它 對 應該是傾盡它才對的 是不是 另外來講 他跟著 我們再看一看 下面那裏 他說 亦都有說 病有崇明利 左 文 文分就不和 那些簽名 都是說 說得很白的 其實都挺明顯的 是不是 似乎來講 應該是三思 如果你是為一個地區的人 或者香港好的話 有些事不要硬要去做 可能它會好些 在這個簽文裡 那裏面所我們的解釋 就是或者可能大家看完之後 有不同的演繹 都到什麼 不過就已經很淺白了 一球出來已經是下簽 是吧 因為他說到家宅有難陰人有災 那就是說 在 在 家宅就是代表家的 是嗎 可以這樣說 那如果你當這個地方是一個家 那就是說這個地方是會有難 會有難 會有難 會有災 而陰人呢 陰人有災 陰人可以解釋女性 可以解釋女性 陰陽陰陽 太陰來講為女性 可以講女性 那這個陰人有災 那是指女性到底 還是說 那陰人是不是講誓者 陰來講也可以 古怪招數都可以 可以解釋 那陰人有災 凡事防兇人中途侵害也 凡事他要防兇兇惡的人 他這個兇是 是嗎 是啊 他這個兇是兇惡的意思 中途侵害 那就是如果在這支簽約已經 已經沒有對這支領遵 就已經叫大家就是要去避免這件事 或者叫防止 防止有人去侵害 那就是說要簡單點說 萬事小心 那你將脂肪頓積 也都叫人不要管 頓積 頓積 頓積山林 頓積山林 好像躲起來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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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我們躲起來呢 這樣就算了 會不會說 他意思是不要正面去做一些衝突 或者一些不該做的行為 就是頓積 頓積 頓積來說 大家雙方都不要做這件事就算了 那應該可能是最和諧 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我們也是 簽文的解釋而已 或者大家 有些人用一些不同的演繹都可以 香港最好 言論自由的 可以在簽文裡面 可能有些不同角度去看也可以 但是這個簽文其實已經很顯白了 如果看到 為什麼呢 簽的東西已經是下下簽 說了給我 你沒理由說這個下下簽是好簽的 可以這樣去說 如果有些廟語裡面 它沒有寫上中吉 你可以不同 任何說都可以 你自願其說都可以 但是一求出來 那支簽是下下簽 擺明是不好的簽文 沒有人說下簽是好簽來的 說真的 即是它是下下 對 即是不會 即是你講到一些東西明明是不好的東西 你將它變成一些 這些是正的東西來的 你要接受 即是會這樣 那你這些人相信才可以的 對 你很多時候要有說服力的 即是簽文來講 其實就是很誠實的 我告訴你 他就不會按下簽 即是好像年初 沒錯 車公那支簽已經說得很白了 所以來說 我們見到近期有很多簽文 其實求出來都是下下簽 我們休息一會兒 我們再看另一次下下簽 好